中国古装剧22年 第十集 余正靠美人心气出名 神话剧美人云集 影视剧到了2010年 虽然古装剧仍旧是大潮流 但也到了一个题材审美分化的时代 这一年的剧呢 不管经过经典 大部分古画绿镜都提向一个特点 名利 这一年呢 林新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完一个女子传奇人生的 还有杨贵妃秘史 樱桃贡献了另一种风格的杨贵妃 在现在看来啊 杨眼又惊艳 然而在当时却饱受吐槽 有林芳斌和周杰的杨贵妃在前 樱桃版的杨贵妃和奇葩的剧情 都不被观众接受 樱桃甚至被嫌弃 古装扮相太丑 而杨贵妃混算马维波情节 也被改成了《桃寻日本》 至于其他演员 石小群的谢阿满 叶璇的杨玉瑶 都给人留下影响 当时演高潜伏的李勤逊 现在呢也成为大家老熟人啦 不得不说 这剧有些台词呢 本当年也不确是够雷人的了 扫 他真扫 你还说我扫呢 我扫他三千三亿 扫不过他这会儿 成龙电影神话的同名电视剧 也在这一年开播 这部带着穿越元素的奇幻剧 成为大家心中的优异不同年剧 小川和高耀 两个性格背景文化都截然不同的人 从现在穿越到情长 又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小川与素素学会了成长 金沙的七月神话一唱 素素成了白月光 而后小川与玉树 学会了爱 与蒙田 学会了责任 另一边的高耀 那一片被虐待 被欺辱 步步黑化 成为了一代兼幻 糟糕 小月成了她唯一的心软 其小川和高耀两个人 仇恨跨越千年 终于在天宫做出了了结 到现在呀 这又是一部三观反水的神剧 一个是主角 顺风顺水成圣人 一个成反派 多灾多难中黑化 小川和高耀的人士 在多年之后呢 再次被激烈讨论 你知不知道我受什么样的欺负 就因为我没钱没事 我残缺啊 我不要让别人欺负我 我要做糟糕 我要做一个最高的糟糕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糟糕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折 可是那不能成为你变成坏人的理由 唐人这一年产出了怪侠一枝梅 又是一部绝不互弄的武侠剧 在当年呢 不算大火 但是超赞超景点 此剧讲述 退役锦衣卫 狄哥笑 侠女燕三娘 变装达人贺小梅 翻江大道柴湖四人 组成一枝梅 情侠仗义 寄贫福贝的故事 这句新颖的用漫画做中插 串联起各个案件和情节转变 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反转连连 节奏紧凑 让人忘不了也忘不下 师父正东流的身亡 比哥笑妻子惊如意的惨死 从老诗人包来硬 变成阴险小人硬无球的可悲可踏 出色的剧情让每个角色都立即就写明 刘诗诗的打戏 更是逼花向 一招一式 干净逼弱 身似矫健 变侠女就像侠女 这是一部即使现在看了也充满细衣和热情的剧 只要点开就能看到 不管何时 任务一到 四人团从名叫醉生梦死的小酒馆出发 这时间就腰爽了一桩不平事 山西想马动乱 民不聊生啊 找死 那我们赶快行动啊 好 我们一支梅 出发吧 天使钟馗在这一年大受欢迎 以欧阳振华演的中央大神钟馗为中心 用白蛇传 风神宝 风游记 聊斋等等神话典故做背景 开启了六个单元故事 美人躲到诈 过思燕的苏美娘 过珍妮的九尾狐 曾宝依的小青 柳依涵的白牡丹 熊乃锦的紫玫瑰 张嘉妮的聂小倩 摇天宇的钟离 许桓幻的小莲 不是我不想说完呢 是真的多得数不完 连冯少峰在里面 都还是一个清秀家公子 年宽的杜瓶 怎么能漏掉呢 现在看来 每一个单元的故事呢 都多少有点魔性 但也都很有记忆点 比如 一直在苏美娘一家人世上 跳来跳去 把苏美娘往死里虐的心魔 某的仙子经历三生三世 终于与吕东斌得来一世圆满 小青逃离封印 经历一遭成了仙 终于可以跟几姐永远在一起 千金小姐 林小蝶 迷上转世钟馗 黑山老妖 在他俩的婚礼现场闹洞房 钟礼与杜瓶拨折不断 最终还是喜结良缘 小莲为救爱人 变得半人半妖 最后观音出手 特选了两人的千年姻缘 这一年呢 另一部讲人 妖先爱恋的神话剧 还有《活活济公》 由济公全传 及大量民间故事改编 讲述降龙罗汉转世的济公 带领转世的胖兽仙童 演化世人的故事 这剧呀 以当下最流行的段子 有趣的故事 无理由的搞笑为卖点 被观众所喜 你的娇业欲滴 含暴欲放的小花 就被这个狼心狗妃的家伙给造他了 由此开启了陈浩铭的寄宫时代 现在看来呢 有些故事不算新颖 总带着一点狗血和苦情 放兴凝珠的人妖恋 亲兰花娘与巨生的恩怨纠缠 玉莲与董母之间经典的婆媳矛盾等等 套路的故事呢 却又总会挑起观众的愤怒和感动 主角团的CP线有欢乐也有悲伤 白领与陈亮的百年行员一路前掠 兔子经白血倒置他的帅兵 成为一对欢喜燕家 而燕纸和礼修员是全剧一难评 也是季工在城市唯一的亏欠 幸好最后终成仙 佛佛季工第一部浮花造就拼向艳丽 没想到往后几个越拍越夸张 妖精们的造型越来越奇葩 也真是古装剧浮花造力传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陈化剧系列还有这版西游记 同一年在四大卫视播出 是爱气师徒美女妖怪 聚集于一条细形路上和经典的老板不同 这剧在维持每一个单元故事的大体不变之下 增添了很多浪漫的元素 服装和造型也更添华丽时尚 特效更添花样 妖也更添人性 想吃糖松肉的动机变得更加复杂 你就乖乖从路了吧 白骨精 玉兔精 蜘蛛精 每个都有自己的儿女情长 主角团的相处也多添温情 而这版唐僧与女儿过国王之间 暗流久度的情感 也得了一个更感谢你的解答 你当时真的就没动心 为师还称不上佛菩萨的境界 你说呢 连菩萨都是有情的 何况师父呢 但这局啊 也由于感情现在的态度 加上诸语在前不被很多观众接受 主角的评价呢 也十分不乐观 同样在拍戏游戏的张继忠 在隔壁发来嘲笑 这一年 李少红版的《新葫芦梦》 翻拍播出 这部堪称内语版的《卧帅小红》 娱乐圈大半的《明日之星》 都从在这部剧的角落里刷脸 演秦文的杨妮 演行秀烟的赵丽颖 演薛科的黄轩 演湘林的宋依 演薛宝琴的徐璐 演摄月的凯青子 以及徐海强 轩璐 现在看看 配角们如今一个个传统大咖 而组织团除了杨阳和李庆 反而是胡到十八线开外了 这版的《狐龙梦》 跟《八七版》的相比 梦过大变 不仅丢掉了 本该各有风情的古典发迹 换上了统一的重心头 为了追求这出石头鸡的 似幻似针 打光摄像和背景音乐 也搞得阴森感满满 为一切十足 有的观众看出了一只的冷汗 因此这部剧整体口碑都不太如人意 《流星蝴蝶剑》 自这一年开播 虽然市场的武侠热议逐渐减退 但这部剧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由王燕 刘德凯 陈楚河 黄维德 陈一涵 周吉吉等人主演 摄演了一出《古龙江湖》上 以四大杀手梦星魂 为主线的一系列武林阴谋的故事 王燕顶着一张无辜可怜的脸 在白飞飞之后 又演了一个有着黑道风险起的高老大 一个眼神就能看见 高老大身上的狠地与癫狂 高分审剧《苍穹之卯子》这一年也播出了 这部终日合拍的古装剧 称得上是良心之作 演员们选的都很好 于少旬的李春云 张国的光绪帝 异堂的张夫人 当王的真妃 李时还是新人的赵丽颖 也在里面演的个小姑娘 由田中玉子演的慈禧 更守为经典 将时代下人物的思绪和野心 全是得恰到好处 这剧胡话道精美考究 一针一针充满质感 剧情厚重格局大 是轻功剧力的沧海一中 由于是同一个造型般点 所以看完《苍穹之卯》 后来再看《甄嬛传》 都会觉得无比眼熟 这剧打败了多部日本本土剧 在当时拿下了日本的收视冠军 在国内虽然没有大货 口碑全依旧不俗 TVB这一年播出了《公主驾道》 集结了《公星记》的原班人马 再次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相比《公星记》 这剧也换了官方CP 刘三好跟皇帝在这一世 修成了正果 胡话道具都秉承了TVB 一贯的华丽耀眼 剧情呢其实也就是俗套的娇蛮公主下架 在与驸马相处中逐渐学会尊重可爱的故事 但因为加入了不少脑袋的情节 依旧给这部剧送领到了不少亮点 除此之外这一年还有大内第一首《李卫当关》系列 《至此终结》 而周易的没落也来了悄无声息 《包三故外传》既搞笑又有剧情 周易之时代的眼泪再加一 《白蛇后传》演绎了又一个神环故事 刘诗诗卧室转格一幕 大很心动啊 整体来说呀 这一面马力和我终于公共故事上 浮花绿镜也一点点在网络宝盒 和新浪的方向发展 经典BGM減产流量已经在浮花 补装续的另一个时代要来咯 这一点 但下一年 卧室会体现的更加明显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